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9号发布声明 宣布将对500亿美元中国高科技产品征收25%关税 这是美方继4月4号1500亿美元征税清单 中兴销售禁令之后的第三轮施压 美方此举想达到什么效果 我商务部外交部先后作出相关回应 商务部回应指出 中方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 捍卫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 这该如何解读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为您全面解析 国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安风山就中部复交台当局望称大陆搞金钱外交 蔡英文近日不当言论 大陆31条会台措施在各地落实情况 海峡论坛筹备情况和亮点等两岸热点话题 回答现场记者提问 第十届海峡百姓论坛今年在台湾举办 十位大陆公务团人员赴台申请全部被拒 台当局如此阻挠两岸民间交流 就不怕岛内民意反弹吗 面对所谓断交潮 蔡英文恼羞成怒宣称对大陆不再忍让 岛内学者表示 这是蔡英文当局毁灭前的最后疯狂 疯狂下的黑暗期一定有很多无辜者受害 这种观点又该如何解读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诗成杨泰顺带来深入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竹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选好赚六贵福 全国连锁新人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福珠宝聚明播出 由国民好奶粉 明义奶粉赞助播出 据报道 美国白宫于当地时间29号发布声明 宣布将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 包括高科技以及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品 征收25%关税 针对白宫声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当天迅速回应表示 无论美方出台什么举措 中方都有信心 有能力 有经验 捍卫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 白宫声明表示 美国将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 包括高科技以及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品 征收25%关税 最终征税名单将在6月15号宣布 并在随后开始征收关税 此外 投资限制 对中国个人与先进工业技术出口控制等规定 将在6月30号公布 针对美国白宫29号发布的声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迅速回应表示 我们对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 既感到出乎意料 但也在意料之中 这显然有备于不久前 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 无论美方出台什么举措 中方都有信心 有能力 有经验 捍卫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 中方敦促美方 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 在3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及中方对此事的进一步评论 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在国际关系当中 每一次变脸和挫尔反尔 都是对自己国家信誉的又一次的损耗和挥霍 美方有关声明显然是有备于不久前 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 我们敦促美方言而有幸 按照联合声明的精神 与中方相向而行 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平等对话磋商 以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地处理和解决 有关的经贸分析 因为这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 长远力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的期待 那么还是那句话 中方不想打 但也不怕打 贸易战 兵来将党 水来土焉 如果美方执意任性妄为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利的措施 维护自身的正当的利益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宪刚先生 美国白贡29号发表声明 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这也是美方继4月4号 1500亿美元征税清单 中兴销售禁令之后的第三轮施压 那么美方此举的目的何在呢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 将在6月2号到4号来中国访问 在这个访问前夕 美方这个做出这样的决定 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向中国施压 要中国做出 美国希望达到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让步措施 首先呢 美方希望呢 中方呢 这个多进口美国的货物呢 要有个具体的数字 我们知道刘鹤副总理和美方 达成的框架协议中呢 中方只是表明 今后要增加从美国进口的这个数额 但是要让中国这个拿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谁都很难这个确认 具体的数额是多少 另外一个就是 美方希望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加强力度 要有具体的措施 那么实际上 在刘鹤副总理访问美国的时候呢 双方也达成了共识中 中方也一再这个表明 中方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采取更多的有力的这个举措 那么但是美方要求更加具体的措施 所以呢 从中可以看出来呢 美方这个此举呢 实际上是要想在 他的商务部长访华期间呢 这个在和中国磋商这个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的这个过程中啊 这个要求中方的进一步满足美国的一些无理的要求 我想呢 这只致美国的一厢情愿 两国之间达成的这个框架性协议应该来说是代表两国最高政府的这个来达成的 应该是要遵守的 现在美方呢 出而反而呢 只能是使美方透支他的这个国家的信任度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电评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就中部复交台当局旺称大陆搞金钱外交 蔡英文近日不当言论 岛内独派推动举办所谓奥运正名公投等两岸热点话题 一一回答了现场记者提问 安风山还就台湾中学校长为学生吸进大陆写推荐信 而被台当局关切一事回答了东南卫视记者提问 最近呢 据台媒报道有两所台湾中学的校长 因为帮毕业生写推荐信到大陆读书 以及发表有关台生附路求学的相关言论 而受到台当局的有关部门关切 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近年来随着我们大陆的发展进步 和我们所出台的一系列 汇集台湾同胞的这些辩力措施 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人 愿意到大陆来发展 说这是一个好事情 而且台湾企业子希望来大陆的高校 来求学就读 去追求他们个人更好的机会 实现人生的梦想 而且学生那么家长呢 也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教育聚会 我想这既是人之常情 也是大势所趋 我们讲青年是社会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不思为青年人的发展来提供更好的机遇 更高的平台和更大的空间 去采取各种各样的这种措施 对青年人的发展来进行阻挠和限制 我这样做只会损害和失去青年人的心 有记者提问 5月24号 布吉纳法所与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后 台当局声称这是大陆搞金钱外交所制 蔡英文也表示 大陆对台所谓打压已经挑战到台湾的底线 并表示不会再忍让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安丰山回应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中部复交是布吉纳法所根据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所做出的正确选择 岛内有人汪称什么金钱外交 完全是无中生有 自欺欺 以己之心 夺人之父 台湾方面 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不妨闷心自问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是维护两岸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 也是民进党当局唯一正确的选择 造成当前两岸关系政治僵局的 争结 众所周知 民党当局 尽早承认 九二共识 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关系就会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 另外有记者提问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在一次党内会议上 罕见对两岸统一清楚表示 称最终目的是国家统一为原则 蔡英文却声称 统一不能是台湾年轻人的唯一选项 安丰山在应勋时也做了回应 实现国家的统一 本来就是两岸同胞 一直以来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审胜责任 从2008年到2016年 在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在两岸双方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 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展进局面 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 也从中获得了实施赛代的利益 我们希望两岸各界能够共同努力 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贡献心力 发布会上 安丰山还就大陆31条会台措施 在各地的落实情况 福建自贸区改革提出大量对台先行先市政策措施 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和亮点等话题 回答了现场记者提问 安丰山表示 今年2月发布实施31条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措施后 各地各部门一直在紧锣密鼓加紧推动落实 很快将全部落实到位 其中不少措施已经产生时效 让广大台胞台企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上海 福建 广东 浙江 江苏等台企台胞 相对聚集的一些省市呢 都已经是或者是正在陆续推出因地质疑的实行细则 来加速落实汇集台胞的措施 台胞台企在大陆的发展机遇会更多 空间将更加广阔 有记者提问 国务院发布的进一步深化福建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 日前出炉 将着力加强敏台金融合作 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安丰山表示 我们还将继续推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 让广大台湾同胞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 率先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与成果 另外安丰山还就第十届海峡论坛的最新筹备情况和亮点回答了记者提问 第十届海峡论坛将于今年的6月上旬在福建举办 6月6日在厦门举办论坛大会 各项活动将在福建各地陆续展开 目前论坛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中共中央政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台湾的有关政党代表 县市代表和各界人士 共数千人将出席论坛活动 总体规模于去年相当 这次论坛将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一次盛会 论坛分青年交流 基层交流 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 四大板块 规划了共有69场活动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第十届海峡百姓论坛 今年在台湾举办 十位大陆公务团人员赴台申请全部被拒 台湾局如此阻挠两岸民间交流 就不怕岛内民意反弹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诗诚 杨太顺为您带来深入分析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竹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当局将布吉纳法所与台湾 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原因甩锅给大陆 同时台当局决定 严审大陆人士赴台申请 已经开出了第一枪 第十届海峡百姓论坛将于6月2号 在台湾新竹举办 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吴荣源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证实 大陆主办方指导单位 10名公务人员的赴台申请 全部被台移民部门拒绝 第十届海峡百姓论坛召开在即 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吴荣源 受访时表示 论坛每年在两岸轮流举办 今年轮到台湾 但很遗憾 这次包括全国台联 中华海外联谊会 中华文化学院等 大陆主办方指导单位的10名公务人员 按流程申请赴台 在耗时两个多月后 上周被台当局相关部门告知 全员被拒 自布基纳法所宣布 与台湾断绝外事关系后 蔡英文连夜发表讲话 叫嚣不会再忍让 台陆委会28号也宣称 将严格审查大陆各级政府官员 及相关人士赴台 并扩大查办大陆以不同名义 在台设立据典 两岸民众正常交流 被蔡当局阻扰与封锁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 日前对台当局进行了谴责 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台委委官方方面 还居然采取这样的行动 来阻挠两岸同胞的交流 阻挠两岸各界的这样的合作 这是什么 走回头路 是倒行逆施 对于蔡当局 种种所谓不再忍让大陆的行为 前国民党集民戴秋毅对此讽刺 蔡英文看起来是疯了 毁灭前的最后疯狂 这个疯狂下的黑暗期一定有很多无辜的人受害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安风山对本届海峡百姓论坛 10名大陆官员申请赴台遭拒 两岸民间交流被蔡当局阻挠也做出了回应 所以我想加强交流合作应该是两岸同胞的一个共同愿望 民党当局出于政治目的 去阻挠和打压民间的这种交流是不得临心的 一段时间以来 两岸双方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些表现 谁是真正充满了自信 在修桥铺路开放交流 谁却内心坠坠不安 一方面在筑高墙 一方面在修大坝 在搞闭关锁倒的这样一个举动 我想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上述话题我们来联系台背影博士 卢强时间交给你 好的客主 感谢约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我是陆强 我们来看今年第十届海峡百姓论坛在台湾举办 但是非常遗憾 今年十位大陆公务团人员来台申请 是全部都被拒绝 那么有党内舆论认为 这是台当局为反制大陆开出的第一枪 我们说拿民间交流活动下手 就不怕民意的反弹吗 请教一下教授 尤其是以这么小的一个活动来下手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就自己觉得爽快了 因为这个其实在政府的宣传上面也好 或者是在对台湾人心的影响上 我认为这个活动就算你禁止所有大陆的来访人士 我想对整个社会也不会造成太大人心的浮动 那只是执政者他自己求得一个自我的安慰 那我们注意到说这个活动 这个有几个角度让我们特别感到有兴趣 第一个它是一个客家族群的活动 那么所以它的开会的地点是在新竹 那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 她就标榜她是客家的女儿 所以是不是因为她这个一直以客家的女儿做自我的标榜 然后这又是一个客家族群的活动 那是不是直接就踩到她的痛脚 她觉得说我如果连我自己的族群都管不好的话 那将来这个民进党或者是在野党 他们会怎么样来看待我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不知道了 然后我们也注意到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里面 那么也不过就是十位来台的人士 是一个纯粹民间的这种往来 那蔡英文政府以这种高调的方式 来对这个活动来做封杀 我觉得只会引起台湾这个基层人士的一些不愉快而已 就像教授所说的 台当局出于政治目的去阻挠和打压 民间人士的这个交流活动是不得人心的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关注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欢迎回来 我们来继续话题的讨论 面对所谓的断交潮 蔡英文是恼羞成怒 不仅把责任全盘推给大陆 还全面锁岛 严审大陆官员和赴台人士 并且扩大查办大陆以不同名义在台设立据典 那么请教一下郑先生 岛内舆论是怎么看的 台湾当局现在已经进入有点疯狂的角色 就是说当这个整个外事关系被这样子破坏之后 他开始去怪东怪西 怪他怪谁 怪大陆怪这个在野党 甚至领导人出来骂是骂在野党 说你看你不跟我团结之类的东西 然后开始锁岛 把整个岛锁起来 我两个面来观察 一个是经济面一个是政治面 经济面 你知道台湾现在因为两岸之间的没有互动 所以陆克来台的情况非常的糟 所以观光业者非常期待所谓的参访团来 参访团根据他们的了解 一天在台湾的消费额大概是新台币 就住来说 住根吃来说大概就一万台币 再加上其他的花费 所以这个参访团对观光业者来说 是非常补的 因为你这样的一个锁岛 让这些人都没办法到台湾来 让他们现在还有可能的收入都没有了 就政治层面来说 请问你这样锁岛有什么意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锁岛的结果 你以为谁会怕吗 只是彰显你的没有办法 彰显你的无能而已 这样感觉上再出一口气 请问一下你当一个领导人 当一个当局可以出气吗 可以使性子吗 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政治团队 可以用使性子在领导一个地方 这像话吗 问题是现在蔡当局 问题是整个的领导团队 台湾的这个领导团队 就在使性子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所以难怪最新的民调 它是越盘越低 我们说这个台当局 看不见这个问题的症结 随便去乱抓药方的做法 其实只是更加凸显 他的执政无能 好的 感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好的 谢谢卢强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民进党终职会今天正式通过提名 确定由姚文志代表民进党出马参选台北市长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选好钻六贵符 全国连锁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居民播出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选对会28号建议征召 民进党及民代姚文志参选台北市长 并提报给党主席蔡英文 民进党终职会今天正式通过提名 确定由姚文志代表民进党出马参选台北市长 民进党终职会今天下午确定提名姚文志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 姚文志也特别到民进党中央与党主席蔡英文面谈 那我希望在本党提名本人之后 我们未来在台北市能够风起云涌 能够乘风破浪 能够掀起风潮 那这个风潮将会带领民主进步党取得台北市长的胜利 姚文志还表示 他对这场选举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会开低走高 劝大家逢低买进 未来这场选举有的人会跌破眼镜 不过根据岛内某民调中心 针对台北市长候选人做的最新民调 结果显示 国民党候选人丁手中拿下高达57.3%的支持率 第二名是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支持率为31.5% 而姚文志的支持率仅有6.4% 被台湾网友狂酸可悲 另外 同样有意争取提名的前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 吕秀莲则于稍晚表示 道不同不相为谋将退出民进党 为此次选战再投下震撼弹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在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接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